花蓮的症灾其实还在救援搜寻当中 仍然有观光客没有被找到 但有意思的是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怎么演变成这样的方向 我有一天早上节目 之下来讨论了10分钟的鸡 今天把鸡救出来了 那还有很多朋友外送 叫到现场里去要给谁吃 要给受困的猫还有鸡吃 直播的线上据说 到晚上还有一两千人在关心鸡 天王星拆到一半 有一些爱猫人士要求停止 不要拆了 尤其是这一位许姓的爱猫人士 到现场甚至起了好几次的冲突 要求暂停作业 让我放自由捕笼 救这些宠物猫 让主委直接哭倒在地 还吐血了 应该是压力太大了 他强调说我没有家了 不要欺负我们灾民 我也有两只猫 可是我的家没了 我们都明白我们爱猫爱宠物 他们是我们的家人的心情 可是现在他们是家没了 有一堆电话骂他们 甚至要叫他们救猫 有这样的舆论跟社会上的压力给他 他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主委还收到里长传来的贴文说 这个见馆住不协助亲密路面 然后这个麻烦大家打电话去骂什么的 这个骂据说是爱猫人士揪 去打抱县府电话施压 这反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一点反弹 就是说人命重要 居民的住户 后续的安置重要 这种时候猫们的命战很重要 但怎么取得两全 其实当中有些误会 大家发现我们把它拆解来看就知道 例如大楼主委 他其实不太激动 去咬到自己的嘴边肉 不知道怎么会这么严重就昏倒了 然后花莲市的里长就说 实际上大家都很爱猫猫也是生命 但是因为地气不稳 消防车如果请节一边 不能够拆太快 还是以警销安全为优先 人命很重要 那花莲市政府是说 中央如果没有补助 拆除的经费也会有县政府补助的 考量公共安全 我们只能边拆边注意边留意 猫这些宠物 宠物鸡这是安全 那当然这个血性爱猫人士 引起反而社会反弹这件事情 反而网络上有很多讨论 而且是政府两极的论战 网友说 他是住在花莲当地的志工 本来就是浪浪猫的 这个帮忙做协助的志工 可是这一次平常他们就已经在帮忙了 而且很多志工在现场协助了 他虽然谢谢许先生到现场来帮忙 可是他反而是已经弄糟了吗 因为靠糟大家打电话灌爆如何的 反而是做得太过了 甚至网友有留言 对他很多攻击的 说他有这个人是往热度哪里 就往里蹭 因为他根本不是当地居民 那这位所谓的爱猫人士 又有人说他是动保蟑螂 曾经用了一只茶巢猫募款 结果医疗费用才11万 还有150万剩下来 拿去买车如何如何的 但目前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查证 如果当然我们有专线在线上 如果这些网友的指控 许先生都是被污蔑的话 欢迎打电话进来 告诉我们那真相是什么 爱猫大家都爱 我们也都了解 康老师为什么会冲到现场去救猫 因为宠物是我们的家人 他想要去把他的家人救出来 但现在情况不太一样 那所以当网友紧盯天皇星 拆除现场的时候 有人直接像柯南一样查出来 他认为有一只橘色的猫咪疑似 是不是在拆除过当中 已经被送命了 生死不明等等的 大家看觉得很模糊等等 但现在其实已经 志工们已经救出两只猫 他们不爱绣 不爱线 所以大家反而不知道 那现场里面还有多少呢 我觉得这个排除商排除来排除去 应该有更专业的考量 交给当地 信任当地 我相信是最好的选择 兵哥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 鲁国的马秀失火 失火了 然后就有孔子就问说 商人乎 然后不问马 这个论语头记载 为什么 因为人命最重要 动物的命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问题是跟人命比 我们毕竟是人 所以现在现场 第一个 那个房子是在一个危险的状态下 随时可能 因为余震一直都在发生 随时可能会因为余震 整个房子倒塌 那工程人员如果到那个时候 被压在里头怎么办 所以当然是要用最快的速度 赶快把这个大楼拆除清除 难道这些救灾人员的命不是命吗 我也很喜欢 毛迷也很喜欢各种动物 可是问题是 这个时候就是要有一个取舍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先保护住人命的安全 再来考虑其他 然后还号召人去打电话 我觉得这个人到底是有什么毛病 你可以很喜欢他 但是问题是 像有的人说 你这么爱猫 你自己进去救我 不行 其实现场也不会准许他进去 因为他也不是专业的救难人员 你也不可以进去 这种东西就是不要去妨碍 救难人员的工作 赶快让他们执行完 然后赶快让大家恢复安全的状况 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真的觉得 现在还说要什么 就是支持灾害防救法 你说有机会行有余力 在确保人命安全的情况下 能够挽救动物的生命 我当然同意 可是问题是 如果人命有 安全有受到威胁的时候 当然先救人命 还有你要纳入灾害防救法 我觉得那就应该要比照什么 就是如果是这个 今天这个动物是有氏族的 那抱歉 救难人可以去救他 但是施主要付费 不然的话不合逻辑 你们自己养得不好好管理 然后让他到处跑 然后造成危险之后 就要公家出钱 帮你就拼什么 我们现在三难有事了 你被救援下 你都要付费 何况是动物呢 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把这个一切纳入考量 请大家注意 拜托 人命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因为你自己个人的好物 去危及到他人的生命 这是非常糟糕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这个重点是 本来志工都已经在现场处理了 但是因为有人来把事情 搞得更复杂 更对立 才会冲突这么大 我相信现场一定是有能力 可以处理 相信他们就对了 那例如那一天 在天王星大楼的时候 救出一只鸡的时候 大家欢呼 然后我们直播上的朋友 就有人说 恭喜他变成三杯鸡的 没有 它是宠物鸡 他主人养它 不是要来煮来吃 不是像我们刚刚吃的鸡胸肉 不是 真的不是 所以他被救出来 还是很多人很开心的 那当然也看到了画面说 画面拆解就是鸡逃不出来 才被钢丝给倒掉 大家很担心 还有四只鸡排队跳下来 所以才会有 马上网路上有一两千人在追踪鸡 半夜因为猫都躲起来看不到 只看到鸡排要跑去 就打一两千人在看鸡 台湾动物保护学会 刚刚就像兵哥讲的 正要考虑 要不要把动物园纳入救援的对象之一 其实现在人都还没有救完 新加坡的这对观光客夫妻在沙卡当这里 知道他下车看到画面 不过现在还是找不到人 那现在有14人一只救难犬 持续在搜寻 这是国际上都关注的消息 那么多人力去想办法找 能够走的走山这里清除的部分 都已经尽量看了 那底下还有埋了多少人 瓦砾底下 花莲地震仍然有三名失联搜救当中 昨天本来有说这个中横的溪床 飘出湿臭味 就挖开了之后发现是迷猴 所以仍然下落不明这三位 而花莲的中和矿场也一样 有苍蝇盘旋飘出异味 很多苍蝇 所以赶快继续喷出了标记之后 挖呀挖 想办法呀把它找出来 看看是不是失联者 那今天在这个地方也出动了 九个人三台怪手 又不能够太重 只能轻手轻脚的 尽量往热区去搜寻 所以人都还没有找完了 这个动物的议题 其实保育在怎么样的范围之内 当然也是挑战大家的 各种的道德观吧 原志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把动物或宠物 当作自己的家人 所以才会产生这个议题 而且现在你知道有什么 虐狗的虐猫的影片 只要在网路上被传 大家都会对它的主人非常的愤恨 所以我们现在社会 确实对动物是关爱有加 而且是特别的重视它们的生命 但是这中间还是要有一些取舍 当然我觉得按照台湾动物协会 他们讲说希望灾害防救法 把救动物的纳路 是OK的 如果说 但是前提是说你要有另外一支队伍 比如说他们好像诉求说 希望农委会 农业部 他们另外有一个专门去救动物的 因为救动物跟救人不一样 需要专业的 一定要 因为完全不一样 动物 你说动物在 平常不是灾害的现场 你要去抓它都不容易抓 有时候还要出动 非常多的人才能去抓那个动物 更何况是在灾害现场 那个技术要更高超 所以一定要 第一个要有另外的团队 然后要有专门的器材 我们现在 或了解动物习性的 对 针对动物的器材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救人的跟救动物的要分开 就是说还是要先以救人为主 如果假设同时间救人 又鲜有余力可以救动物的话 那就可以一起 然后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 其实里面要考虑的东西非常多 你还要考虑就是说 预算够不够 然后另外就是人 可能会造成死伤 还有辅恤的问题 人去救动物 然后不幸过世 那个辅恤 所以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议题 需要被讨论 不是说好像动物很重要 我们就是要去救它 我觉得说这个概念很好 动物的价值也很重要 可是我刚刚所讲的 每一项都要有标准 千万不能够说为了要救动物 反而让人命丧失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舍笨足摸 救灾优先 灾民优先 人命优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还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托 拜托